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哪一些行业的工作最爆肝呢 根据老委会的调查 包含了科技业 媒体业 金融保险以及医疗相关都在其中 而超时加班的状况最多还达到了四成 台湾劳工的烦恼 我们带您一起来探讨 请到四位专家 首先欢迎的是资深媒体人胡孝成 大家好 职场观察家张旭兰 车点各位观众大家好 劳团发言人赖湘林 大家好 财经专家黄世聪 大家好 台湾的劳工真的非常的心酸 因为工时全球第三高的同时 大家都在看到的是 怎么会薪水呢 还是最低的一个 也因此在这样的现象当中 很多的劳工呢 有苦说不出 甚至呢 也有一些人发表了心声 希望政府可以减税 来减轻负担 台湾上班族 你累了吗 家的啊 有时候睡到中午啊 都在家睡觉 每到假日正好眠 上班族平常工时过长 睡眠不足 只好利用假日睡大头觉 根据人力银行调查 全台湾估计有539万人 都属于疲劳族 9成以上每天睡不到8小时 恶性循环的结果 有6成的人被迫趁假日补眠 更有超过5成的人 今年都还没休到年假 难怪变成疲劳一足 上班族在工作量很大的一个情况下 可能被迫要牺牲很多的东西 第一个包括 你再放下的时候怎么睡觉 那你相对之下 你这个运动的时间 就会变少 上班打卡制 下班责任制 让工作严重超时 根据调查 国内上班族 每天平均工作9.7小时 超过10小时的将近5成 超过12小时的有2成之多 其中传播业10.66小时最超 制造业员工位居第二 让民众大叹 钱好难赚 我是觉得就是基本工资太少 没有说每年都调还是真的 薪资不涨万物其涨 让民众苦上加苦 累计消费者物价指数和失业率得来的痛苦指数 9月数字达到5.08 比南韩新加坡还要高 因此有专家建议 政府应该让薪水阶级多减税 才能降低物价非常的冲击 如果你没办法提高民众的薪资的话 那有没有可以用别的方式 包含你减税 减税之后让每个人的税后所得增加 或者另外一种方法 你就把民众一般会接触到的一些必要的 生活开销的费用降低 台湾工时全球第三高 但健康生活指数却是亚太地区倒数第三 上班族的新生期盼政府能听见 TVB新闻李国阵代元丽台北报道 539万人几乎都是疲劳一族 也就是说台湾人你走在路上 四个人当中就有一个人是过劳的劳工 也因此走在路上你看到他们打哈欠 或者是睡眼惺忪都习以为常 但是劳工的新生很多 还有哪一些呢侍聪 对 台湾的劳工真的是非常辛苦 而且有非常多的烦恼 那第一个烦恼是什么 他们觉得说我这个薪资怎么那么低 他觉得说我怎么这么的便宜 这么的廉价呢 我们看到说我们包括我们大学生 起薪是22K 他可能工作了10年到30岁为止 目前30岁有60%以下 他的月薪还在30K以下 薪水这么低 而且你说真的在网上工作的话 你薪水到底能够提升多少 这个都是未知数 尤其我们看到昨天的这个消息 就是说韩国已经赢过我们 GDP3000美金 但是我们虽然GDP有成长 但是这几年我们的薪水 是倒退路的一个状况 就连富比士他就说 台湾的企业有竞争力 就是因为薪水太低的关系 那连华尔街日报有公开点名说 台湾的劳工是全世界最便宜 就是CP值最高的一个地方 那这个真的就是意思是什么 就是台湾的薪资真的太低 一个劳工朋友 你说他工作几年才能买得起房子 更何况说他还要成家立业 怎么可能呢 所以他第一个烦恼就是薪资太低 我怎么去调高我的薪水呢 如果工作这么累的话 那就算了 我说平常是我还可以休休假 但是你说真的现在这个职场是老板说了算的状况之下 你真的敢休假吗 智琳你生病你敢休假吗 或许对很多人敢 很多人不敢 包括说我们一年都会有的特休假 甚至女性朋友的话他还有所谓的育婴假 甚至老有会通过一个未来还有三天的生理假 但是目前为止我没有听过有人休过 对 除了一些公家机关或许比较愿意休之外 你说平常一般的单位有谁敢休假 你都会在意说如果我休假的话 现在又准备要发这个年终奖金要打烤机的时候了 如果休一下会不会老板就觉得说 你工作时代太不认真 没有为公司卖命 所以真的也不太敢休假 所以根据统计就是说 每一个人台湾平均每一个人 一年居然积了11天假没有休息 而且真的是你去休假之后 老板一通电话说 智琳你这个还没做完 要不要赶快回来做 有时候你还是边休假的状况边在那边工作 所以说真的有休息到吗 也没有休息到 另外就是加班费被A了 很多单位就是说他是上班打卡制下班责任制 这是没有加班费 有一些有加班费 他其实也不付给你加班费 他就用一些各式各样的明目 就说其实我们这个共体时间 加班费就是这样子的 所以根据统计 台湾有70%的人 他每天他都会在加班 他有加班的经验 而且有40%的人是说他每天都在加班 但是不好意思有60%的人 他从来没有领过加班费 所以加班费真的都是被A走 所以变相导致我们的工时这么长 但是薪水越来越低 想说好我这么累的话 我到退休的话总是可以过了好日子 想说工作了一辈子到老年中 好好的喘息一下休息一下 但是很抱歉 从去年以来爆发了 包括说劳保的方案 劳退的方案 大家都觉得说到底我未来领得到 领不到 尤其未来我们65岁才能退休 然后缴的多领的少 而且说真的 老板有帮你提劣劳退的基金 你根本不知道 根据统计现在台湾有40%的老板 他根本都没有替员工提劣这个劳退 就像之前大统油品爆发的时候 大家才发现说完全没有退休金可以拿 所以你看他这么多担心 所以你说台湾劳工烦不烦 真的真的非常烦 尤其是对一些老年人来说 真的是我觉得对他们处境感到非常担忧 我们先来看一下 这个是台湾各个年龄层 落在最低所得的比率来看的话 这最低所得的比率 我们是以27万一年27万来做一个标准 你看未满30岁的话 大概有24.5%的落在27万以下 30到39岁是11% 40到45岁是12.7% 55到64岁是20.8% 你看65岁的人居然44.7%的人 他的年薪不到27万 所以你看我不但年薪又低 然后我老了之后我可能又领不到退休金 所以你看我工作了一辈子到底为了什么呢 所以说台湾劳工辛不辛苦真的很辛苦 为了什么有时候就是一份成就感 刚刚讲到这个上班打卡制下班责任制 说实话本公司也是如此 所以有很多的劳工朋友或者是摄影大哥都觉得说 有时候真的不知道下班是在做心酸的 也因此在媒体业这种习以为常的现象 大家都觉得说做媒体真的很辛苦 相信很多观众朋友如果你有认识朋友 或者是自己在媒体圈工作的 12个小时几乎都是家常便饭 所以以旭兰姐来说之前也曾经经历过这样地域的生活 是不是超时加班在台湾真的相对的严重 其实对于台湾劳工来讲 你讲到加班这两个字 大家就习以为常 因为它已经是一个常态了 不要说老板说叫你加班 有可能老板说你赶快回家嘛 你会觉得心虚是不是老板觉得我在这边不是身材 他的意思可能是说继续加班 赶快回家赶快回家 对所以其实在台湾的劳工心态来讲 他可能就是觉得说加班是应该的 很多已经被这样的洗脑了 我们再从刚才讲到就说老委会这次102年公布的 这个生活及就业调查的状况来看 其实你会发现有5成以上的上班族都有加班的一个情况 在去年一整年当中 一半以上都有加班情况 那么在他过去一年他曾经加班的情况 超时加班 什么叫超时加班 一般我们正常工作时间是规定8小时 如果多2个小时算合理的加班 如果多了4个小时以后你就不能再加班 一天最多工作12个小时加你加班的时间 所以你如果超过这个时间就不合理了 但是2成8还是有超时加班的一个状况 那再来那有没有拿到加班费或者是补价呢 只有11%的人说他的加班费被A了 但是我想实际的状况绝对是比这个严重的 因为很多人都搞不清楚所谓的加班费该怎么拿 刚刚提到工作8个小时 如果多2个小时呢 公司照到里要给你多1.33的一个薪水 所以费率是不一样的对不对 那如果是后面再多2个小时 那个费率是1.66 如果你是假日礼拜6日 或者是台风天来上班 它是要再加一倍的薪水给你的 但我想很多人没有这样拿过 对 在媒体也没有这种事情 而且如果你是当天来上班 老板说好啦 补你一天价 错 他不是只补你一天价 他照到里要补你两天价 刚提到是double的概念 所以其实很多人都没有真正拿足他的加班费 或拿到他该应有得到的这个补价 再看到你看他提到就说 包括他的这个身体啊 还有家庭啊 大部分的人都有这样的感受说 都受了影响了 各位 人才两师啊 身体健康 跟你的家庭生活 还有你的钱几乎都没有拿到 所以这是台湾劳工的一个悲哀 非常非常的辛苦 其实看到这样的状况 所以大家也就不难发现 为什么旭兰姐跟孝诚哥从媒体圈逃离 因为实在是太苦了 以孝诚哥来说 现在我看他这个人神清气爽的 等于是说之前在媒体也真的是愁云惨物 以这种没有加班费来说之外 其实最超的行业包括了媒体还是位居第一 对 没有错 过去的时候我们老一辈的记者 才会怎么讲一句话 就是身体是可耻的 修相是无耻的 然后你不加班 你不知廉耻 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的话 大家每个人工作至少都超过12个小时以上 但是除了这个苦命的行业之外 最近我们老委会也这样子做了一个调查 原则上大家参考就好 为什么呢 因为我们老委会从来没讲过实话 所以大家参考一下这样子就好了 这里面有提到一个问题 就是说我们近一年来最超的行业 你超时加薪的一个比例 最高的是什么 资讯局通讯的一个传播业 就是我们这一行 就新闻界或者电视台这方面 这个行业里面来讲的话 大家是苦不堪言 我曾经有碰过有几个朋友 就这样子跟着他的小朋友讲 就说我跟你讲 你爸爸现在很倒霉 现在来做电视 如果你要在电视我掐死你这样子 上辈子做坏事 这辈子做电视 他们都流传这句话 是没有错都是这句话这样子 所以你看这里面有多严重 非常严重 那你说老板都不知道 老板都知道 对不对 因为我们有一个叫做责任制 这责任制就很恐怖了 等于有责任制的话 就没有加班费 这是我们第一个 第二名是什么 是金融跟保险业 我们金融跟保险业 其实有没有 我是认为它的严重性 它比第一名应该还严重 为什么 因为金融跟保险业 最近非常流行 24小时待命 24小时待命的时候 就是所谓的 就是把责任制 扩充到 解释到了一个 无缘佛界的一个程度 也就是说你的客户 如果突然间晚上的时候 三天半年心情不好 打电话来 你还是要接 你还不能得罪客户 为什么 他隔天就投诉 他投诉你之后 你可能可以死就没有了 你还被老板凑骂一顿 所以这个里面高达35.1 另外就是 所以医疗保健 跟社会工作服务业 这个部分上来讲 当然我蛮认同 为什么 过去的时候 我们讲说医生 真的是叫做金融 对不对 可是现在医医生 跟业务员差不多 为什么 过去就有一个医院 就叫台北中山区 非常有名 如果你的门诊人数 没有达到他的最低门槛的话 你居然门准会被取消掉 而且连续的这样子 被考察两次之后 你可能就给老了 你就不能在医院呆了 现在我们搞的医生 很像幼稚园一样 再来的话 就是专业的科学 技术服务联33.7 另外就是 矿解土石采取业 这是33.1 其实还有另外一个行业 我为什么讲说 劳委会你根本就做 做的就完全不太对 第一个就是什么 一般我们传统服务业 像你又卖服饰 卖衣服 卖这些金服这些 他们要统计到 他们要统计到 现在目前我们服务业 是我们整个台湾的产业来讲 应该是在人数最大多数这一群 可是你看看 我们就算一个 最简单的东西就好了 百货业 他们几点钟要进去呢 几点钟才下班呢 有没有超过12个小时 都有加班份吗 没有 劳委会 拜托主委 你再看一下 你看到这张表演的时候 做不好 你会不会看眼 劳委会呢 不应该只是做一个 问卷调查的机构而已 而是你发现了这些现象